你们找到什么方式了吗?鬼童问顾飞二人,卫兵可以不去招惹,顾飞说,我想还是爬窗户,看能不能溜进去,说起来,你们是怎么上来的? 嘿嘿,严小竹一脸的神秘状,不说话,见鬼却已经注意到了鬼童环绕着脚底还在闪烁着的云雾一般的光芒,诧异道,是法师的飞行术? 嗯,鬼童点了点头,什么玩意儿?顾飞问见鬼,法师的法术可以在短时间内离地飞行,见鬼说, 这么神奇,顾飞诧异,不过时间短冷却长,有时逃命可能用得上,实战价值还是有限,见鬼就是诚实,嗯,鬼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用这个法术应该不可能还带着人飞起来吧,见鬼望了严小竹一眼 呵呵,严小竹笑了,他的双手一直藏在身后,这时亮了出来后,是一圈和顾飞一模一样的飞钩,严小竹子豪得道,我也有 学得蛮快的嘛,顾飞表扬 是老师教得好,严小竹总算没往谦虚一下,寒暄结束,切入正题,你们什么打算,鬼童问 卫兵没必要去打扰了,我想还是翻窗户,溜进去比较妥当,顾飞一说 你们知道里面的地形,知道目标在哪间屋子,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卫兵? 鬼童问 不知道 你知道吗? 顾飞问 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一个玩家,进过市政厅大楼,大概会了解一些里面的情况 鬼童说 谁?顾飞和见鬼其问 苹果醋 鬼童说 好像佑哥说过,是盗贼榜上第几的人物吧?顾飞对见鬼说 第四 见鬼确认,盗贼榜上的人物,他大多知道名字 苹果醋,佑哥即使不说,他也知道这么个盗贼的存在 就是他 鬼童点头 这人是个PK狂,经常没事就找人PK,听说因此积累过大量PK值,所以进行过大量的通缉任务,因此而得到了个什么通缉执照,凭此在市政厅是可以有出入资格的 顾飞一听,立刻惊喜非常 同缉执照 同时也感慨,世界果然很大,自己完成的事还是会有其他人也办得到的 虽然顾飞身手利落,对通缉任务又专一,但毕竟他每天的游戏时间还是很有限的,其他人花费比他多一些的时间也还是可以得到和他一样的成就的 神旁的见鬼,不也就自己刷到了追风之靴吗? 顾飞拿出了通缉执照,突然奇怪道 我的执照已经是一号了,那他的会是几号? 这个问题当然没人答得上来 顾飞也顾不上考虑这细节了,继续问鬼童 这怎么用,进门向卫兵们出事一下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去试试 顾飞说 现在,现在可能有点麻烦 因为物理看花的任务,他们行会恐怕不会让玩家轻易靠近市政厅 鬼童说 我说,我有任务啊 顾飞说 这个借口,好多捣乱的人都用过了 物理看花,一定会当你和他们是同样的 鬼童说 坦白说,我的确是同样的 自杀了这个给他们发布任务的家伙 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完成度会受到什么惩罚 顾飞忧伤的远目 不知道走这个后门出事执照会不会好使 顾飞说 自然又是一个没人答得上来的问题 我去试试吧 顾飞说完,已经纵身跳下 半空瞬间一动,稳稳落地 后院没有物理看花的玩家 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人可以翻越这十多米高的围墙 因此只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院落的正门 只顾高度戒备这里出入的玩家了 见鬼他们三个站在墙头 看到顾飞落地后 直奔那后门而去 顾小竹忽然把飞钩挂好在里面墙头 一边嘟囔着 准备好吧 万一一会儿他要逃命呢 结果 顾飞走到那两个卫兵面前 稍一停留后 回身朝着三人这方向 挥了下手 跟着就已经进了政府厅 成功了 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三人却禁不住激动了一下 顾飞还是第一次在游戏中 进入如此高大的建筑 房内过道宽敞 两边墙上挂着碧灯 卫兵的树木和碧灯也差不了多少 隔几米就一岗 站在道路两旁 对于顾飞的进入 他们视若无睹 显然是通缉执照发挥的作用 顾飞也就豪迈了 走到一个卫兵跟前问 小尔丹诺在什么地方 三楼的这位队是 卫兵回答 能不能带我去 顾飞得寸进尺 NPC嘛 能利用就要多利用 不能 卫兵居然还回答了 顾飞只得自己寻路 几分钟后收到见鬼外面来的消息 什么情况 地形很复杂 顾飞回答 他竟然还没找到楼梯 他觉得他是被御天神明传染了 最后又是问了卫兵 但在卫兵道明的方向上 却一人一无所获 这边除了墙 就是房间门 后来顾飞推开了一扇房门后 方才哭笑不得 原来这面墙上的所有门 都是通向一间极宽敞的大厅 这大厅兼职过道 靠左右两边各有盘旋向上的扶梯 顾飞顺楼梯上了三楼 又找了个卫兵询问乔尔丹诺的所在 终于来到了借位对视的门外 顾飞深吸一口气 难道就这么容易 进局后砍了乔尔丹诺就算结束 毕竟这是游戏 就算之后顾飞死于此地 但任务应当也算是完成的呀 顾飞想着推开了房门 他错了 这是间很大的屋子 屋子里有很多的人 乔尔丹诺的穿着与普通卫兵不同 就立于卫兵群中 他就在顾飞眼前 但顾飞不敢动手 和一个卫兵单挑都有难度 何况这里一群 自己根本就没有接近乔尔丹诺的机会 于是顾飞决定在一边观察一会儿 看看这些NPC就是这么一直死板的待着 还是会有什么走动 顾飞很有耐心 他看到屋里有沙发 有座椅 索性过去 坐了下去 游戏到底是游戏呀 顾飞靠在沙发上 惬意地想着 有这么嚣张的刺客吗 肆无忌惮地 就这么坐在目标的面前 真是太滑稽了 顾飞有耐心 墙头上那三位 吹了半天风的 终于 又有些按捺不住了 怎么样了 找到楼梯了吗 见鬼又来消息询问了 找到了 也看到了目标了 但是没什么机会下手 他和很多卫兵在一起 顾飞说 他没有走动 没有落单独处的时候 见鬼问 我就是在等啊 顾飞说 在哪等 见鬼问 他旁边 顾飞说 见鬼心中 也是自有一番思量的 顾飞之前 在游戏中扮演一个角色 重过一种生活的论调 非常打动他 不过 看此时这状况 想当这样一个融入游戏的角色 并不容易 刺客和目标 就这么面对面的相处 都毫无反应 这太不真实 太不生活了 即使是游戏里 也不应出现这种夸张的局面 见鬼认为 鬼系原因 还是因为顾飞 根本就没有接到任何任务 所以对于乔尔丹诺来说 他不是一个刺客 就是一个拥有进出市政厅权限的普通玩家 游戏 毕竟还是要遵从游戏的规则呀 见鬼有一些失望 但是真的很期待顾飞所表达的那种真实的第二世界的感觉 而顾飞在屋里做了片刻 想想还有三人在外面墙头上等着自己 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给三人取消息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不你们先闪 不急 三人回答 顾飞想了想 突然又萌生出一个主意 他突然起身在屋里转了圈后 伸手推开了这大厅旁边的一道侧门 这间屋空无一人 堆着些杂物 看起来是个储物间 顾飞站在门口 突然回声叫道 乔尔丹诺 乔尔丹诺转头 顾飞徐徐退入那房间 心中默念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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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飞大胆利用游戏规则 想把呆呆的NPC 顾飞 顾飞茫然地走上前 还有周长 周长越长的任务 越高级别奖励越是丰厚 日常则只是以经验和金钱为主 但相比普通任务 却要丰厚许多 在一些已被玩着掌握的日常任务发布点 每道刷新时都会挤得头破血流 为此引发的争端也是无数 到最后 这种任务一般都是被强大的行会垄断 也属于行会之间对抗时争抢的重要游戏资源 顾飞从没做过日常任务 也没想过 但今天却这么莫名其妙地 接到了一遭 感谢观看